共读圣满豆福音 那时候法律塞人听说耶稣是撒独塞人闭口无言 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 问他说老师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 您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 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和他相似 你应当爱人如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细于这两条诫命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 我想我们一起看两点 因为指这一段福音太出名了 每年读经要读到 而且这么多年讲了好多次 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首先法律塞人和撒独塞人 他们是什么人 我记得一开始做修士的时候 学圣经就从神学词典上查 这是两个党派 是很热心的 可以说在信仰方面是上流人物 法律塞人他们熟悉法律 特别中于梅瑟五书 解释圣经 讲道 祈祷 守斩 这是最虔诚的一个团体 而撒独塞人呢 是比较倾向政治 他们比较属于那种 跟政府走得比较近的一个派别 所以公议会里边 公议会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最高的众议院 或人民代表大会 是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最高的权力 大部分都是撒独塞人 所以可以说这是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团体 法律塞人听说 耶稣让撒独塞人闭口无言 就聚在一起 有一个法学士 法律塞人就试探耶稣 向他发问了 从后面的问题 我们看出来 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态度 他们一看撒独塞人 被耶稣 说得哑口无言 那么 他们这时候 就要开始发问 为什么 因为要较量一下 看是你们行 还是我们行 如果 耶稣被你们问的 哑口无言 看我们的 我们可能让耶稣 哑口无言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竞争的问题 看水更厉害 平常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 不同的团体 教友团体 或者不同的神父 有的时候 我们实在为天主工作 可是在内心里 有一种竞争 我不是说竞争是坏事 因为这也是一种动力 可是另一方面 竞争 让我们 自身虚荣心 骄傲 嫉妒 我愿意超过它 不知不觉 当我们在竞争的时候 我们就 不是想着天主的光荣 而是把自己 推到前边去了 虽然 是在做着天主的事 我们却忘了天主 在这里我特别想起 若翰 若翰最先出现在 约旦河边 给人受洗 全 耶路撒冷 犹大地区 甚至撒玛利亚 甚至周围的地方 都来他这里受洗 后来耶稣一出现 人们去找耶稣了 若翰自己说 他是在我后边来的 这一位比我强 我连福神 借他的鞋带也不配 他把人们 带向耶稣 后来呢 门徒们 若翰的门徒 就很嫉妒 人们都到他那里去了 就像 你原来做的生意挺好 又有一家新的开张了 客户都跑到那去了 你能受得了吗 可是若翰 他说 他应该姓圣 我应该衰尾 他是新郎 我是新郎的朋友 新娘应该去找新郎 新郎的朋友在一边服侍 很高兴完成任务 把信仰借来了 送给新郎 哇 我就读这一段 什么时候 我想起来心里就感动 若翰 他的使命 他的角色 正是今天 神父主教的角色 我们每一个 为主服务的人的角色 把新娘 带向新郎 就够了 不是以我们为中心 让众人 围绕着我们 这个是偏差 利用我们所做的一切 怎么样热心 听说 别的神父 其他的人 做得更多 我为他感恩 感谢天主 给他的那份恩宠 我没有 但愿天主继续祝福他 让他发光 影响更多的人 也为他祈祷 每个团体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 我看教友们去传教 最开始是你接触的 后来别人 也去找他 去安慰 去探望 你听说了就不高兴 但是开始 我介绍进来的 那个属于我 将来灵犀的时候 应该是我 做他的代父代母 应该是我带着 到神父跟前 怎么你没把我的人 抢了 当然有的时候 需要安排 不能乱来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的心 都要大 这是看到 法利塞人 与撒毒塞人的竞争 不说后来 耶稣批判他们 别的方面 我不说 就是说教会里的团体 这些热心人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出现 这种竞争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他提的问题 哪一条界面是最大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古老的 秩序了上千年的问题 任何时代 大家那些法学士 在学校里 都会研讨 出来 给人们讲道 谁不知道这个问题 谁知道哪条是最大的 可是在这里 耶稣的回答 脱颖而出 与众不同 他说不是一条 而是两条 爱天主上主 第二条跟他相似 爱别人如自己 这两条是最大的 只是爱天主 天主是看不见的 你怎么爱 透过爱人 证明你是爱天主的 爱天主 也是爱人的一个条件 如果我们没有 对天主的爱 不听他的话 也不从那里 汲取力量 营养的话 我们也根本 做不到去爱人 所以爱人 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 爱天主是爱人的 前提条件 全部的法律都讲这个 这两条不能分 但是这两条又不能并列 你奇怪 第一条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第二条 爱天主是目的 我们从天主那里来 将来还要回到天主那里去 这是天主给我们定的 爱人是方法 如果我们每天生活中 只顾自己很自私 不爱别人 我们达不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爱天主是首要的 这两个不能分 但是也不能混淆 一样重要 一样重要 不对 爱天主是首要的 要不 要不耶稣放在第一条 爱人是方法 让我们去实际的爱天主 最后达到回到天主那里去的目的 在这儿我有一次看到 多少人讲了多少年的法律 甚至上千年了 不明白 可是耶稣一说话 一下子就像一团乱马 耶稣从其中一抽就抽出来了 一下子这些节就开了 像变魔术变戏法一样 这就是天主的话 有时好多问题 我们困扰多年 理不清 弄不明白 可是突然在一天听到 读经一道光刷下来 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需要请教耶稣 每天怀着渴慕来听他 有时你甚至忘了自己的心结 天主知道 他在适当的时候 跟你说什么话 来指引你帮助你 好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越来越爱上天主的话 它是从天上来的一道亮光 特别强大 它可以让我们清醒 让我们震撼 让我们坚强 阿们